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心里还在认为中国地大物博 我觉得 不过徐老师我跟你说 我最近是感觉到了 你要搞媒体的 你发现这个环保 它确实不是个像他们 光几个NGO的那个事情了 前几天我们公司还开时期大 就是公司会议 我们每年开 我们老板都说 你们注意没有 凤凰什么普世价值观 过去说什么自由平等博爱 他就说 他说我看出来了 现在这世界得加一条环保 那个戈尔弄个纪录片 就是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然后诺贝尔和平奖 跟人合得的吧 跟他那个组织 就跟戈尔 他一个搞环保的 他得了和平奖 我就想 那到底这片子拍的是什么 咱们再看一小段 Ale Gore I am Al Gore I used to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don't find that particularly funny Ale Go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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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就这戈尔他弄这个他成了个NGO了 注意他那句话吧 曾经是候选总统你知道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跟当年小布什打嘛 就是他有一度呢 有电台已经宣布他当选了 就是有一度人家说他已经赢了福尔利达 他一赢福尔利达呢 他就是了 结果后来是搞错了嘛 所以在那一个短的瞬间 他是后任总统了 他就等于已经当了总统了 怪不得大家那 在大家去笑 他说有什么好笑的 但是你看就环保跟政治有关吧 他因为这个事 他现在就是有人让他学耻 现在就美国有一派人 就说戈尔你一定要选总统 以卡特前总统卡特为代表 卡特两次给他写信 后来那个戈尔就说你别说了 别说了 我肯定是不选 后来卡特说尽管他不让我再说了 卡特在自己的脱口秀上 说我公开呼吁 戈尔你一定要选美国总统 有人去问希拉里 说戈尔得了奖了 你怎么看 他说啊 祝贺他 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代表民主党 希拉里顾左右而言 他 还有说他认为 那个候选人已经很明确了 对对对 人家希拉里说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候选人 你知道一般来说 在西方的政治游戏规则 讲环保是弱势的政治家讲的 一般都这么认为 中国现在就倒过来 中国现在是强势的政治家讲的 你刚才不学习过了吗 对对对 一把手来讲环保是很少的 在西方都是 诺贝尔和平奖 格尔不是第一个得的 就是因为环境得的 2005年还是哪一年 有一个非洲的一个国家的环保 环保部的部长 一个女士也得过一次 所以由此看来 诺贝尔奖给环保和平奖 对啊 这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新的 我看一个人写的博客啊 我看一个人写的博客 他还说怪话呢 他说这个格尔得和平奖 纯粹是诺贝尔那帮官僚 就胡闹 他说因为呢 这个格尔 他是把环境摆在第一位 他批评格尔啊 是就像有点像你们说 极端NGO 把人放到了第二位 他说和平奖的本意 应该是对人最有好处 比如说他举例子 说这个有一些致癌症 防治癌症的药物 是从紫山木当中提取的 说格尔 红豆山 他叫紫山唇 然后说格尔曾经到处讲 说砍三棵紫山树 为了治这么一个 砍三棵红豆山 为了治这么一个人的癌症 是没价值的 是没必要的 他就以此为据 说你看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和平奖呢 反正他不是得医学奖 没关系 很多人老说 一个新的世纪 可能因为水要发生战争 因为资源要发生战争 好像是以后的事 但是现在已经就是在眼前了 这个水资源 从来的战争都是因为资源 资源 对 现在这个水的这种的缺少的程度 已经是非 我刚才不是说吗 很多很多的都是历史最低 你想想这是在我们自己国家内 我们可以协调 但是如果是在国际资源 一些国际河流上 现在的这个争夺资源的这个战争 可能越演越烈了 真是 我看就是人口都能引起战争 他们现在到北冰洋去争了吗 对 中国这次惨了 中国地大物博 够不到北冰洋 我突然就发现中国 我本来一直觉得中国的南边那个南沙群岛那一带 你看过地图没有 那南沙群岛离中国很远的 其实靠菲律宾什么很近 我以前小时候看的时候 我就想那时候有首诗讲西沙之战 我就想这么远的地方 中国去抢他干什么 一听俄罗斯去北冰洋 我就想 咱南沙群岛千万不能忘记 怎么争也要把它争回来 你去过北极吗 对我去过 他是踏上北极的人 对 咱们汪姐姐不光去北极 现在汪姐姐是争夺长白山 刚从长白山回来 咱们看看 对咱们刚才一开始在讲 其实有一个生态文明的这个概念 我们这次时期大 我们要扣住这个 我觉得这次提的这个生态文明是非常重要 我们老说我们这个要文明社会 什么叫文明社会 对吧 这个可能我们在各种的作品里什么都有和争论 但是现在呢 什么叫生态文明 我觉得这次胡锦涛在这个报告政府报告里 党的报告 提出来这个以后 我觉得我们应该引起大家的一种新的一种讨论吧 就是什么叫生态文明 那你觉得就咱们先看看照片 先看看照片 想不到长白山有如许景色 哎 你看看这是秋天了 秋天 长白山的秋天 哎呦 这颜色 咱们再看下一张 这是 这个就是叫 它叫月华 我们在东北 我想那个 徐子东 你们在东北看见那个白华 白华树 它是直直的 这个月华呢 它是分叉的 哎呦 咱们再看下一张 所以在秋天 它就是白里透红 红里透白 哎呦 你瞧这跟电影里似的 这叫地下森林 在长白山的这个地下森林 因为它是非常原始 我们现在一些城里的森林 很某个风景旅游似的 都是好东西看看 那我们风景旅游就是要去好看的地方 但是现在这样的地方真的是不多了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雅鲁江大峡谷 我们从小都会呛 雅鲁江 雅鲁江 你们有没有想到它的峡谷 就是它发源于长白山的滇池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火山爆发 滇池我们都知道 一会我们要想讲一讲 对对对 这个水怪 水怪 我们现在先留下一个伏笔 那么这个滇池它发源了两条大江 对 一个是雅鲁江 还有一个是松花江 天池还是滇池 天池 天池 长江 不是 云南那不是滇池 云南那叫滇池 这个叫天池 天池 对 其实天池我们大家可能很知道了 还有新疆 新疆 对 但是他们的这个 这个是火山岩的这种爆发 但是咱们下一趴回来说说 汪老师见着那个著名的水怪了 咱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近不都有新闻吗 说有游客又拍下来了 那个天池里边那个痕迹 就是说水怪 你看看这个照片 然后咱们王姐解释一下 你看 那个红圈画的 据说那就是水怪 你再看下一个 就外国报纸上都把这个水怪的这个形状 是中国的水怪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瓦尾鱼脑袋尖了 那你这个这次考察了吗 这到底是什么 对 我呢 先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就是那个我的 我们这次带队的呢 是那个原来国家林业总局 国家林业局的一个林业专家 他叫沈孝辉 他也是一个生态学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人 他呢 在长白山待了18年 在80年代的时候呢 就水怪就炒得特别热的时候 就北京有一个记者 就到长白山区要考察水怪 然后沈孝辉呢 就被他们领导派着呢 因为他很熟悉这个长白 滇池嘛 就被派着去陪这个北京的记者一块 去考察 然后呢 他那天呢 就在那地方呢 在长白山的那个滇池那很冷啊 然后他又又又冷又饿的 他们就在那块又跺脚又折腾的 然后呢 那天呢 就是他还坚守在这个滇池这水边上的时候呢 那个 那个北京的记者就到山上去拍拍照去了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人匆匆的就赶到这个水边来了 说那个 笑辉笑辉 你有没有发现水怪 说外面都已经热闹极了 说他们用高倍万眼镜 看到了在这个这个天池的旁边 有一个有一个黑的东西 又蹦又跳 就是不进水里 就是这个沈孝辉 就是这个环保学学家 就是他 现在在东北的报纸上已经都吵得很热闹了 说发现记者很快 已经都写出报道了 原来 这典型的是西方文化 它是泥丝湖水怪引起来的 很多老百姓都吃不了饭 对 我们这次在那块 长白山 因为是很多记者 大家就一定要让他们给我们讲讲到底有没有水怪 然后当地的专家就给我们讲 第一 他说这个长白山是火山爆发 我们刚才说天池 它才三百年 说一个物种的要形成三百年形成一个物种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那是咱人类多少年 对吧 第二 这个他们常年的在天池里观察 天池 因为它是火山爆 这个火山 喷发以后形成的 它里面没有鱼 也就是说它要有大型的水怪这样的大型食物 它必须有足够的食物 天池里根本就没有鱼 后来这两年有鱼是什么呢 是朝鲜 他们放了一些红尊鱼 养殖了红尊鱼 现在放在了还有了少量 但是它的繁殖 因为它是冷水嘛 繁殖点也没有那么快 这算给它解采 就是说从天池的它的生态环境来说 它不具备能够养一头或者说怪兽这样的条件 让它生存 不失为发展旅游业的噱头 就跟神农架要找野人一样也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经常在比如说在像刚才那个吧 它有一些像动物它是会有会有水的 对 水里可能有各种各样 各种的 我甚至怀疑路上的动物也会到水里 他们都是很多噱头 像天池的那个 就新疆天池那个是遮罗龟 是一种鱼 就是已经很明确的就大家已经够就是说在学界已经有很多的共识了 但是天池的这个呢 确实没有太多的学者出来说话 那这个跟当年就跟他们自然保护区的一些做法是不是有关系 有关系 他们什么他们是为了什么 那咱也不太明白 保持这个谜吧 反正就知道是一个叫沈孝辉的人 他就是天池水怪 曾经一度 曾经used to be a水怪 但是就他跟我提这个人呢 我就想起他这次我觉得也挺感慨的 就是你看刚才看照片 长白山怎么漂亮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吗 去了之后啊 那这就是养生 一点声音都没有 然后这个沈孝辉就问他们 就说你们觉不觉得这里特别安静 他说是安静了 连鸟叫的声音都没有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说白天的鸟都没有了 而且说是5000头马路 当年这个里头曾经有 十几二十年间逐渐看的500头 到现在50头都不一定有了 都不一定 看不见现在根本就看不见 最近我问您一事 说是陕西那边有人拍照那个 华南虎 华南虎消失40多年了 对一直没有 反正一直民间的都有人说看到 我99年到福建 福建大家都知道 五一山 五一山应该也是华南虎的 七夕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人就声称他看见了 反正这种民间的一直在有 但是这次真正拍下来 而且被国家林业局正式承认 说认为这个就是 而且我看新华网 什么各大媒体上都报道了 但是我接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是野性中国的一个朋友打来的 有一个野性中国 西智农 咱们国家很有名的一个野生动物的摄影专家 对他得了很多国际大奖 他们就收到一些摄影爱好者的短期 在他们的论坛上贴了帖子 我想如果你们要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就是从摄影的角度 有人对这张照片提出质疑 可是我刚才听他说 东北湖也只有几十个了 还在中国俄罗斯从边境窜来窜去 国籍也不分 不大热爱也不学习我们东西的报告 你想想人类这么发达 我觉得这些老虎总有一天是要 枪架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直是 这两天香港报纸整天都讲北水南调 我搞不懂了 我只听说南水北调嘛 后来才知道那是讲股票 全中国人民直接买香港的股票 这叫北水南调 笑话归笑话了 你刚才讲我们讲到香港这个规划 香港英国人是怎么做的呢 百分之七十留绿地 所以香港的人均绿地是全世界第一 百分之十是住房 百分之十是交通 另外百分之十是公共的用地 整个香港就是按照这个方法设计的 所以真的很环保 对不对 可惜代价是住宅极小 就是因为他那么多的新界的绿地 就哥德龙是给绿地让了路了 对 你看这个矛盾 香港你现在新界这么多的绿地 你要是到温哥华去 你就看到这满山片都是小房子 对不对 香港不能盖的 香港的人呢都规划在很小的这个高楼里面 香港本身地方小 但只有十分之一可以盖住房用地 其他的地一点一点卖 卖得非常贵 可是老百姓 你为了这个环保 老百姓付出了几十年 买很贵楼 住很小房子的代价 所以我看到这个英国人的这个规划 我也 我说不出来一方面觉得他很文明 一方面觉得他很残酷 但是也有很多人住太大的房子 香港的他住太大房子 他是有非常贵的人 那是很有钱的人 那是规划的人 我就讲到这环保 我就老想你从个人生活上讲 咱都知道这工资只能升不能降 房子只能更大不能更小 就人呢天生 他是不能允许自己生活水平 你看原来穷 如果一直那样反倒没事 现在已经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叫文明方式了 我觉得你主张的 好像有点想让我们往回退 没有 其实我是觉得 第一呢 我是主张公平 我们现在呀 很多的其实是不公平 就说呃 有的人住 他用得着住那么大的房子吗 我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朋友 他他就他们家三口人 他现在住一个150平米的房子 他儿子经常晚上才回来 他已经开始觉得 这房子有必要买这么大吗 就是说我觉得人啊 当然他的欲望是没有止尽的 那就很希望要很大的房子 谁都值得舒服啊 但是你是不是也要考虑到我们的资源 是不是 你就说一个文明程度 不能一个要讲文明的话 不能讲说我自己舒服 那我们现在 我们其实现在呢 有很多的规划 你说香港的这个规划 我们我我我自己还写了一篇文章 叫绿色的香港 因为大家都知道 香港是一个金融的黄金色的香港 但是他那个绿色香港呢 让香港人可以周末去郊野 可以去呼吸新鲜空气 我猜一句 他最近那个铁路修啊 就是为了保护那个鸟啊 改道 后鸟的迁徙 为了多增加了多少亿的预算 为了这个上面的鸟改道 结果改道完了 这是个非常先进的方案 可是当地的这个原居民啊 就在那里抱怨了 因为本来啊 要不改道的 就经过他们这里 就是高价收购他们的这点地 他们就从此就生活就改观了 可是你现在为了几只鸟啊 就改道了 就不从他的走 不买他的地了 那几个原居民啊 指着这家里门口的那几只鸟 就为了他们的 我再给你讲一个鸟的故事 就是我们99年曾经到盐城去观鸟 盐城呢 我们知道我们全世界现在有15种鹤 我们中国有8种 我们中国特有的是黑井鹤和丹顶鹤 丹顶鹤呢 它每年的夏天呢 是在东北的扎龙繁育 冬天呢 是到盐城过冬 那我们去的那年呢 保护区的人就跟我们讲说 这两年我们这没有人打鸟 可是呢 就到11月份 候鸟迁徙来的时候 好好的丹顶鹤大天鹅 就从天上掉下来摔死了 他们就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就掉下来了呢 解剖一看肚子里一粒食物都没有 专家们后来就说呢 其实这个从东北迁徙到盐城江苏 他们要途经山东半岛 现在山东半岛都成了呢 筹备奥运那个翻船比赛的比赛场地 开发区 小区 都我们人类 都别墅 后来我正好那一年 我就跟这个青岛市的副市长采访的时候 坐在一个桌上吃饭 我就给他讲了 那副市长瞪着眼睛看着我 说我们就想我们人类的要住居住 还没有想到鸟也要喝喝点水 喘口气歇个脚 你让你让那副市长把别墅给拆了 让丹顶客吃点东西 他肯不肯 一般人就是说 我们人这日子过得还还还西荒呢 你们都已经开始帮鸟说事 我们就不说鸟 我们的长江 我们的鱼都没 我们上海人爱吃鱼 四大家鱼 上长江里的鱼苗 现在我05年采访的时候说 已经减少了80% 今年的国家地理上说 减少了97% 其实我上次节目里好像都说过这个了 那这个鱼也是我们人类要吃的 我非常同意你 我觉得生态文明是最重要 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 不要随地土壇 怎么又扯这去了 随地土壇就是最破坏生态文明 这不最最基本的吗 不过你说这个鱼吃鱼 我想起我在你的书里看着一故事 你跟着一帮人漂流去江源 长江源 长江源 怎么后来这男领队打起女队员来 还是说是实际上是冲你看你岁数大 没打你 打你身边那姑娘 那怎么回事 他们去打鱼 然后我们要去拍西洋 我们按理说应该每个人都不是去打鱼 我们就应该到傍晚吧 应该是剪柴火 因为晚上要做饭 可是呢我们呢 拍西洋拍的太上 太觉得太漂亮了 觉得吃饭是次要的 西洋是重要的 那他们男士就觉得 你们武士们就光顾着拍 我们还想拍呢 就让我们男士去钓鱼 所以他们就江源吧 因为空气稀薄火气大 后来人家跟我做了 你看书里为我写了 后来就道歉了 他们也感受得到了 高海拔地区的东西 幸好去打架 所以 然后拍到这些照片 其实要写这些背后的故事 真的是有很多 但他这个极有象征 就是拍西洋 跟烧柴火的矛盾 这种都是矛盾 这个就是和谐文明的 最大的难题 对